Bonjour à tous,欢迎回到Lola的法语小课堂 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用法语说 我本该怎么怎么样 表示我本该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用 J'aurais dû faire quelque chose 这个结构它的本质是条件式过去时 我在我的课程中也有说过 条件式过去时最常见的一个用法 就是对一个本该发生 但却没有发生的动作表示一种 遗憾晚期或后悔 而条件式过去时构成 是用主动词avoir或者être的条件 是现在时的变位 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 所以我们看J'aurais dû这个结构 Haurais是主动词avoir的条件是现在时 而D'是动词devoir的过去分词 J'aurais dû意思就是 我本应该表达的就是一种遗憾晚期或后悔 比如J'aurais dû écouter ma mère J'aurais dû écouter ma mère 我本应该听我妈妈的 J'aurais dû apporter un monde J'aurais dû apporter un monde 我本应该戴一件外套 再比如J'aurais dû y penser plus多 J'aurais dû y penser plus多 我本应该早点想到这一点 再来如果要表示 我本不该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在J'aurais dû的基础上 对主动词进行否定 也就是说把N'aurais'放在Aurais两边 比如J'aurais pas dû dire ça J'aurais pas dû dire ça 我本不应该说这些 再比如J'aurais pas dû l'accepté J'aurais pas dû l'accepté 我本不应该接受它 再知道了J'aurais dû背后的语法原理之后 我建议大家直接可以把这个结构背下来 因为首先这个结构很常用 而且背下它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掌握条件是过去时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最后如果你正在学习法语 想提高你的法语水平 我推荐你可以看我的LOLA法语强化课程系列 在上面会帮助你掌握法语中所有重要的语言点 同时如果你想提高你的法语口语 我推荐你可以看我的LOLA法语口语精品课程 在上面会提供最干货的法语口语内容 大家可以点击置顶评论的链接了了解更多 最后呢不要忘了点赞并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目前边见 Tchau